来看我们的团队为您精选的GC1 Plus 首先我们要提醒 在这个礼拜四又有冷空气要南下 而且这回的强度还是直逼寒流等级 在北台湾平地可能会降到剩下6度 加上应该是湿冷的天气 因此就有气象专家预估 这回不舒服的程度 可能比上一波的冷气团还要来得严重 而另外右铭天网的电子威力2.0 在几天前就被怀疑有个人隐私上面的疑虑 今天卫副部长前世忠 被问到这个题的时候 他就回答了 防疫资料搜集28天就要销毁 因此行政院长孙仁昌也强调 没有侵犯任何人的隐私 最后讨论到卫副部 我们就要来拒绝看疫苗的进度 在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中国 因应武汉肺炎所生产的疫苗 但却传出说中国已经有疫苗走私到了日本 甚至已经有有钱人接种 这是不是间接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 之前我们稍后都会提供给您完整的报道 不过讨论到中国 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国最近他们的国防法 要替他们展开新的外交房间 讲到外交 就先来看他们的部长王毅 他们在最近受访的时候 破坏了2021年的中国六大外交工作 我们透过这图卡来看一下 到底是哪六大 包含了权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另外还有持续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以及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以及主动参与全球距离变革 积极增进各国相互理解 以及继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好 你看得出来呢 他规划的蓝图非常大一片 而且有各自不同的解决方式 不过有一句话你会发现 其实就把这些事情通通聚焦 就是王毅说 中国呢对待伙伴有合作之道 但是呢对待恶人有斗争之道 对中国人来说呢 谁是恶人很明显 斗争之道是谁的旨意 这也很明显 但是中国对待外交上主观的恶人 他们必须呢要注意到 内政是不是需要补强 因为呢中国疑似跟澳洲 因为交恶的关系 所以禁止了澳洲的煤炭进口 那现在呢这个为了避免他们国内 在冬天有限电危机 所以伊拉克的通讯社 最近有一个新的报道指出 伊拉克政府呢已经跟中国的 振华石油公司来做签约 两边的签约呢 好内容就是中国的振华 每天可以收到伊拉克政府供应 13万桶的石油 而且呢这一千为期五年 这笔合约多大 561亿元台币 那主要呢就是两大点 第一个满足中国境内的能源需求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澳洲的煤炭不进口 所以他们必须要补足的 另外一点就是 我透过庞大的银弹 来增加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所以你看得出来呢 除了布局能源之外 中国修改过的这个国防法 他们现在呢 也逐渐他们扩大国际上面的局势 那新的这版国防法呢 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 也正式生效 他们呢这一次首度 把分裂跟保护发展利益 这两件事情当成动员的理由 而且不仅如此哦 发展利益这四个字呢 还在这幅国防法里面 一共出现了四次 那这件事情根据美国精英的报导呢 说是反映出了中国国防张力的扩充 以及对外战略姿态的转变 好 这个听起来很饶口 但是到底有多大的转变呢 美国精英就引述了分析 说如果中国的发展利益 真的受到了威胁 那么会怎么样 他们可能会主动发起战争 而且他们可能会展现出更多的战争主动性 这个分析故弄玄虚 因为中国媒体的报导 最近解放军的西藏军区 被装备了所谓的单兵数码化的作战系统 也就是你现在在图卡上 我们替您红字看到的单兵数码化作战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还有所谓的自毁装置 那这个自毁装置呢 就是说假设说有单兵在作战的时候 不小心中伤 又不希望被敌军俘虏的话 就会启动自毁 但是怎么个自毁法呢 其实并没有细细的描述 而且呢自毁这两个字出来 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这个争议呢 闹到有YouTube军事频道认为啊 这一回呢 倒是中国的大内宣真的帮了倒忙 因为你想想看 我都知道我进军之后 我有可能会被我的长官下令 那执行自毁 那到底谁以后还敢从军